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武汉的早上 你总是会收到这样的问候 过早没有 你过早点忙 你起点忙 过早忙 过早了吗 那么今早 树双目上 会替大家吃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大学 杨树双 嗨 我什么事 我们现在在武汉的早前 我跟你说 这个武汉的早前 大家都好像醒得特别早 整个城市已经醒了 因为大家都要来吃早饭 在武汉这边叫做过早 武汉的过早 和别的地方一点都不一样 这可能是我们有史以来 早餐最硬核 碳水最高 油脂最丰富 热量最爆炸的一顿早餐 以前有所耳闻 但今天我就要来体验一下了 我带你尝一下吧 可以 感受一下武汉过早 走 来 这边跟小木这边走 这边走 来 这边走 糯米鸡 这个是糯米鸡 这个是油香 糯米鸡 油条 油条 这个我认识 这个我认识油条 但糯米鸡没有吃过 你吃吗 我们先来两个糯米鸡 糯米鸡 我们那多少钱呀 算了 哎呀 不行 算了 我扫一下 不行 不行 这这这这 你们早上几点过来开始 三点 三点 三点就有人来吃了 是送的 因为你在一样卖面的呀 就是一个 卖粉面 碰碰油条吗 哦 还有啥 因为都是那个实验样 你送完的还卖不掉了 没有 我们那些实验证 我们这三四十年了 你们在这也做了三四十年了 这个就是武汉的糯米鸡 我上次吃糯米鸡 还是在广州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鸡肉对吧 对对对 这个才两块五一个 所以可见里面肯定不是鸡肉 你先吃 哇 这不是大饭团子吗 一口下去我跟你说 糯米鸡里面满满的糯米 但是它里面那个调味料调的很香 对 里面一般会放笋干 或者说香肝或者是五花肉 武汉的糯米鸡和广东的不一样 它里面不是真的有机 是因为这个外皮炸的就很像炸鸡一样 但是你干吃毕竟是这个面糊果糯米 还是油炸的 太扎心了 太扎心了 我们现在我们这碗收起来 就是到后边的时候 给你找碗喝的 然后咱们这碗来慢慢吃 可以 带你去下一个 来 来 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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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你得一个个捋着吃 你们吃抹子 快来 我们吃抹子 这是鸡冠奖 鸡冠奖 鸡冠奖 这是鸡冠奖 这是鸡冠奖 你们这是拍一个 是吗 我们拍自己美食视频 这是拍一个 这是我们的网络 看到你们的 是吧 看到这个牌子 这下面有鸡冠奖 鸡冠奖 给我们来两个鸡冠奖 多少钱 三块 三块 不不不 又又又没 鸡冠奖这块钱 两块 两块 两块五 过去了啊 这瞬间热闹出来了 人好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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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不耽误大家买我们还是先离开了 但是目前为止到 我们买到的这三样武汉的早餐 全是一个颜色 对 都是中古的 对 都是中古的 这个人是黄皮肤 还都是黄色的 对 你看 武汉的街头有很多的一些小当铺门口 会就摆的这个凳子和一个小板凳 这个凳子是用来当桌子似的 对 在武汉吃早饭 你就可以走到哪吃到哪 走到哪坐到哪 拿着就可以吃 拿着就可以吃了 尝一下这个鸡冠奖吧 对 武汉的这个鸡冠奖你们看一下 像一盐大西瓜似的 大西瓜片 好吃是好吃的 这个里面是要像包子虾 是那种油炸肉糖的 你等会儿 等再过一会儿我再给你聊馅的事 你没吃着吗 所以我说要像吃西瓜一样从中间吃 油有点重 早餐的特色也是这样 下面我们吃什么呢 感觉这边大部分卖的都是肠粉 牛肉粉 拉面 然后还有糯米包油条 糯米包油条是什么 它整体的味道是分为甜味咸味和椒盐的 我这个是椒盐的 我这个是椒盐的 它里边裹的东西也都不一样了 可以自己选 给你铺一层 蒸好的软糯的超级热乎的糯米铺在底上 然后里边给你卷上一些底料 你想加什么都可以 然后最后捡卷上加上油条 我这个很香了 它撒的所有的料都已经掉到糯米的缝缝里了 然后吃一口 那种感觉 哇 所有的料香都在嘴里面打开 这个油条因为它卷到糯米里面了 它不是那种特别酥脆的 但是吃起来就有了那种更韧一点那种口感 然后配合着外面糯米 结果没想到 本来是一个脆的东西放到里面了 两个变成口感一样的了 武汉的早餐品里面 除了热干面 还有就是大米和米的加工品 因为武汉这边 它是一个冲击平原 特别的肥沃 所以它是鱼米之乡 除了鱼之外 就是大米 然后糯米包油条 你看也是特别的扎实 其实我觉得正常的话 一个武汉人的早餐 一样主食配一个西子就够了 咱要不然 很狠心 买点西子去 走 走 走 还真是好吃了 一点忘不了 回家吃饭的时候 品品味 一瓶还是没有超市的贵 哈哈哈哈 一点还是没有超市的贵 买一点吧 买一点买一点 5块5吧 5块钱 祝你们好运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阿姨 麻烦的味道啊 老婆好健康啊 也在 好像有羊啊 你干嘛呀 我觉得一个小时过去了感觉 然后武汉的早上好像特别的长 这早上真的跟感激一样 太热闹了 这个汤是鱼虾熬的汤是吗 鱼汤米糊 鱼汤和米糊合在一起 对吧 这两个是我的是吧 ok 好的 西的买上了 我们终于坐下了 坐的这个地方是吃 我老是把他名字忘了 胡汤粉 鲜鱼胡汤粉 这个胡汤粉呢 你先尝一会儿 我再跟你说 是不是要搅和一下 搅和一下 真的 耶 耶 咋嘞 胡辣糖 这咋回事 味道像不像 太像了 太像胡辣糖 但是它比胡辣糖要多了一些鲜味 胡辣糖可能是酸辣 酸辣咸 这个是咸鲜辣 它那个辣其实就是胡椒的辣 胡汤粉是这么吃的 要一根油条 配一碗胡汤粉 这是标配 油条它给你切段 然后蘸在胡汤粉里面 油条炸的酥脆 转上胡汤粉 吃的就很搭配 话又说回来 还是碳水 也是 走了这一圈 围着这一块 然后买了很多武汉特色的早点 共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做得非常快 同时油脂和碳水又非常的丰富 这样的饮食的一个习惯 就是因为 从清末到民国那段时间 它一开山一通步 整个四通八达 水路非常的便捷 有了一个新兴的职业 就是马国工人 又很需要这种快速的碳水来补充能量 做得又快 价格便宜 又油脂又厚 然后快速的补充碳水 又香让人觉得吃着 其实每一个城市的早餐都很有意思 它有自己的那个特别的体验 能有自己的那个劲儿 武汉人说过早就是很重要很隆重的感觉 你看这般都是过新年啦 过生日啦 又用到过的 过年 过节 过早 没有哪个城市会像武汉这样 把吃早饭这件事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隆重又放松 认真又匆忙 时光被包裹进食物中 变成了这座城市自带的味道 西洋糯米鸡1.35.1 不过 武汉过早的种类实在太多 下期 我们再继续向大家介绍呀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订阅一下 点击小铃铛可以及时获取最新影片哦 叮叮叮